《性骚扰三法》 接下来这个讲次 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性骚扰三法》 《性骚扰三法》 其实就是民国九十一年定的 《性别工作平等法》 跟九十三年定的《性别平等教育法》 跟九十四年定的《性骚扰防治法》 它是根据性别主流化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政策 它是希望说所有的政策跟活动 均要落实性别意识为核心 来核对过去的政策、立法及资源 要重新的配置跟改变 以真正反映性别平等 这三个法到底是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只要在工作场所 它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的规范范围 所以如果有案件相关的 要通报是要向县市劳工局 或者是有劳工局 有劳工业务的社会局、社会处 然后呢 再来如果是教育地点的话呢 注意哦 教育地点的话 那就会是在被害者 有一方是学生的话 那就是要向县市政府的教育处来通报 但是如果是呢 也不是在工作 也不是在教育地点 而反而是在社区所发生的 那这个就是在县市政府的社会处 给他们申诉 那甚至也可以向警察局申诉或通报 那这三法的话 基本上呢 就是如我刚刚讲的 这样子的一个申诉的一个过程 那他们都会有相关的机关 要赶快来处理 那它的流程 那我们再来看到它的规定 性别平等教育法呢 它其实呢 是指对象 嫁害人的对象 或者是一方为校长 教师职员工友及学生 那他方为学生 那另外呢 它的性骚扰呢 其实是要符合以下的情形 如16岁的女高中生 被班上的男同学 两三次的拉胸罩的肩带 那她可以向学生事务处申诉 并且由该校组成的性别平等委员会 在另外组成调查小组 那我们现在再介绍性骚扰的定义 性骚扰的定义 是在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定义里面呢 它是说在性侵害行为以外 然后还包括有两种不同类型 这一类呢 就是侵犯型的性骚扰 然后呢 另外一个叫做交换型 它侵犯型怎么定呢 它是说呢 以民事或暗事的方式 从事不欢迎 且具性意味或性别歧视的言行 然后导致影响他人的人格尊严 学习或工作机会或表现 然后呢 如老师 某个老师 对同学骂三字经 或者是发表歧视某一个性别的言论 这个就算是哦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交换型 如果以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 作为自己或他人 或者上司或减损学习或工作的有关权益的条件者 也就是这个叫交换型 比如说某个男老师跟高中的女同学说呢 你周日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啊 可以帮你加分哦 或者是得到某一个实习机会哦 这个就是交换型 性骚扰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性别工作平整法 它的一些相关规定 我们来想想看哦 我们是有高中职的学生 他们可能会有实习的问题 那实习就要到工作场所 那在工作场所所触犯的一些相关的 性别不平等的一些事情 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法规判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假设呢 小美她去工作 然后呢她是确定是一个组长 然后呢她却她发现她的薪水 比同年职的男生的组长呢少 这个时候小美是可以提告的哦 我们来看第七条 那第七条的规定是这样子 雇主对于求职者或受雇者的招募 珍视、禁用、分发、配置、烤鸡与升迁 不得因性别或性倾向而有差别待遇 但是还有一个但书哦 但工作性质仅适合特定性别者不在此限 这是什么呢 通常啊有可能 比如说像女性内衣专卖店 那当然应该要聘请女性的员工啊 那这个大家就可以理解吗 像男性的内衣专卖店 可能大概就是只能聘请男性的员工 大概就是这样 性别歧视的禁止 这个在一个工作单位实际上很重要哦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呢 雇主对受雇者薪资的给付 不得因性别或性倾向而有差别待遇 在这里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 他的工作价值相同者应给付同等薪资 当然呢如果但基于年支 讲诚 绩效 或其他非因性别或性倾向之因素 有正当理由者不在此限 所以哦 刚刚讲的这些条文 他的罚款是多少 他有定哦 如果雇主是违反刚刚的第七条到第十条 或者等等的一些相关的 他是可以处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的罚款 那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你仔细去看一下一些案例哦 嘉义有一个很知名的弹菌店 他曾经征除工 他贴的红单说呢 哎呀征除工 征女性除工 结果有男生呢他也去征 他就说哎 我们真的是女生啊 他就被检举 而被罚三十万 然后另外哦 还有一个性别工作评证法 的一个重要规定是 逐驾打工的小花 的老板呢 男性老板 他说呢 经常用一些女性的性器官来骂 这些女生 哎 注意哦 这个情形呢 等一下就会看到 他是 是不是一种性骚扰啊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是小花呢 被男性老板要求出差过夜 要睡同一个房间 不然就要解雇 注意哦 这两个现象呢 都是老板的性骚扰 他的申诉对象就是劳工群 先是政府的劳工群 好那 我们可以看到法条 好 法条呢 其实它还是一样 好 跟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定是一样 一个就是冒犯型 然后另外一个是交换型 可以知道哦 刚刚第一个案例啊 其实就是冒犯型 好 它就是入貌女生的性器官 那第二个是说呢 哎 那你要跟我一起在出差的时候同住一室啊 好 这个就是所谓交换型 好 要贴在一个公开的地方 那不然这个也是要罚款的哦 现在刚刚讲到性骚扰防治法呢 它是规范的是社区 也就是不是学校 也不是工作场所 那这个时候呢 它也是 是属于有人 对其他人从事性骚扰行为 这个也是可以通报的 通报的对象呢 我刚刚讲过 是包括社会处 也可以包括警察局 这个规定其实就在这里 好 哎 我们可以同学请看一下哦 然后 再来 性骚扰防治法第14条 好 它规定 它如果是要申诉的话呢 其实是像性骚扰防治法委员会 这通常就是设在各 各县市政府的社会局 好 那他们呢 规定 他们呢 七日内就要指派委员 三到五人组成调查小组 然后去调查 而且并推选一人为调查小组召集人 来进行调查 那性骚扰三法的规定 那有些很细 在这个讲词里面呢 都是讲到重点而已 所以呢 在介绍 这个 通常会 其实 林老师就介绍的是 他的性骚扰的定义 还有他的相关的流程 好 而且要申诉的时候 要怎么样 像谁申诉 多简单的代道 那所以呢 我们各位老师 或者是各位同学 在未来在宣导的时候 务必要能够到位 然后让他们的学生 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人员 可以用来保护自己 而且也要宣导到位哦 谢谢